太可怕了 男人从嘴里吐出一坨黏糊糊的白色固体 里面爬出一个身材纤细的异形 被他寄生的男人在旁边已经晕了过去 怪物来到玻璃前静静观察着外面的女人 谁也不会想到 这只寄生异形竟然来自太空 三周前 宇航员小帅和同事一起从空间站返回地球 本来一切正常 突然返回舱开始剧烈抖动 过了好一会才恢复平静 小帅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看到窗外似乎有生物爬过 等他们降落到地面时 同事已经牺牲了 路过的人看到小帅变得非常古怪 之后他就被军方隔离了起来 小帅失去了部分记忆 指挥官找到神经学家小美来给小帅治疗 但小帅看起来一切正常 直到指挥官让小美亲眼看到 他把异形吐出来 异形出来前小帅突然倒闭 身体开始抽搐 然后吐出异形 小美整个被震惊住 观察了几分钟后心有余悸地离开 他感觉自己在害怕地发抖 指挥官告诉他 异形在进出宿主身体是完全不会伤害到他 因为平时都会萎缩成一小团藏在他的胃里 指挥官请求小美想办法把宿主和异形分离 这样小帅才能安全回家 小美本不想帮忙 但显然指挥官暂时不会放他回去 他也只好答应 小美根据以往的观察报告了解到 这个异形只会在晚上出来 而且他的存在对于小帅似乎有正向作用 比如小帅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 还拥有了自愈能力 所以异形和他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寄生关系 小美故意用小帅抛弃儿子的事来刺激他 然后要求马上检测小帅体内的激素指标 他很想弄清楚异形在他体内是以什么为时 因为异形和小帅很可能是共生关系 就在小美在竹针查看录像时 发现视频明显被剪切过 他问研究员原因 研究员支支吾吾不小说 但在小美的坚持追问下 他把小美带去了一个地方 这个异形太聪明了 竟然能模仿人类 女人在地上躺了下去 异形也跟着做了一样的动作 这时小帅的玩偶掉出来 异形看到后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还用身体抱着这个玩偶 这更加验证了小美的想法 异形和小帅是共生体 有一部分小帅的记忆 这个玩偶承载着小帅对儿子的愧疚 所以异形也会有反应 小美决定穿上防护服 走进去近距离观察异形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怪物 伸出手想要触摸 但却因踩到粘液而滑倒 异形瞬间被惊吓到 发狂般地捉住小美的腿 把他往里面拖转 指挥官连忙打开房间里的闪光灯 这才吓退异形把小美救出来 第二天因为小美发现视频被剪切 研究员带他去看了异形的近视场面 这里是禁区 小美只能躲在车里用望远镜观察 只见他们把一个犯人带到笼子里 没过一会异形就出现 犯人害怕地直挣扎 但下一秒就被异形跳到身上 一把拽掉了脑袋砍尸 原来异形以大脑分泌的皮质唇为生 人在害怕时会产生大量的皮质唇 这也是为什么要给异形喂活人吃 小美不赞同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 但指挥官不会停止 因为他的目的是培养控制异形 把他变成生化武器维护世界和平 但小美知道指挥官的真正目的是统治世界 小美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小帅 希望偷偷把他救出去 再想办法分离他和异形 指挥官带小美旁观异形进食 这意味着又有犯人要遭殃了 犯人被捆住手脚放倒在地上 只见异形从下面钻出来朝他靠近 犯人害怕极了 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小美却想进笼子里去 虽然指挥官不知道他想干嘛 但还是同意他进去了 只见小美挡在犯人面前 努力不害怕地面对异形 异形立马露出攻击姿态 小美却唱起了小帅最爱的那首歌 因为共享感受异形平静了下来 认真听着旋律 此时犯人却作死想逃 发出的声响惊动异形 下一秒就朝他扑去 可怜的犯人被抱头吃掉 场面十分可怕 异形被装在铁箱里 看状态似乎快不行了 但对面的男人一声吼 马上和异形产生了链接 异形从箱子里爬出来 还没等旁边的士兵们反应过来 就把他们干掉了 之前小美和小帅约好凌晨出逃 虽然小帅用磁铁损坏了一台摄像头 但他们的行踪还是被指挥官从监控里看到 马上派军队去围堵了他们 小美不幸中枪 小帅让他把注射器丢给自己 里面是抑制皮质纯分泌的激素 小帅打进去逼异形出来 然后趁异形和军队搏斗的时候逃走 面对身形矫健的异形 军队即使使出全部武器也奈何不了他 小美开车带小帅逃出去 但当指挥官射中异形时 宿主小帅也吐出血脉 他和异形已经完全是一体的了 小美只好把小帅拖下来 干脆在路边等待敌人的到来 因为没有异形小帅很可能会死 指挥官出现 他以一只手的代驾成功捉捕异形 怪物被关在箱子里 指挥官本想一枪解决了小美 就在这时小帅趴在地上眼睛电话 发出一阵愤怒的嘶吼 他在召唤异形 甚至在控制异形 异形干掉士兵后 从车顶跳到指挥官的脑袋上 直接让他脑袋开了花 小美搀扶着小帅 以为异形会来攻击自己 但异形没有这么做 而是直接钻进了小帅的身体里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随着一声枪响 小帅死了 他用枪自杀了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毁灭一些 故事的最后 小美领养了小帅在孤儿院的儿子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寄生异形》 一部俄罗斯拍的异形电影 共生部分的概念还是很有创意的 感兴趣的可以去爱奇艺看看原片